大家好,我杨凤 今天3月23号 俄乌战争已经进行了四个星期 国际情势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除了战场上的信息之外 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到了 更多的战场外的信息 当然,原因之一 是因为战场上的信息 有许多假消息 或者是刻意片面的信息 然而,战场外的制裁与金融战 打得更凶,更为猛烈 影响也更为深远 中国大陆在政权成立的初期 也就是所谓的新中国成立的初期 曾经出现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倒向了苏联老大哥那边 当然,这个说法在后来 有了更为精确的解释 我们今天不去探讨这方面 我们要说的是 没有想到30年河东 30年河西 2022年2月 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之后 俄罗斯也几乎是一边倒的 倒向了中国 我们3月13号的视频 俄国不再信任西方 将全栏倒向中国 西方的优势终结 这期视频 我们用了全栏倒向这样的字眼 这样的字眼也许不是很确切 因为俄罗斯的民族性非常独立 这方面 俄罗斯民族比那些欧洲国家要强多了 因此如果说是全栏倒向 的确是有一些过头 不过考虑到 这对俄罗斯来说已经是极限了 我们还是采用了这样的说法 昨天的视频 我们再度提到了俄乌战争 从长期的观点来看 我们断定 中国会是最大的赢家 这个观点在2月21号 俄罗斯承认顿巴斯地区独立之前 就已经说了 其实 就算是从短期来看 中国也是获利的一方 第一 刚刚才说过的 俄罗斯倒向了中国 而且是几乎全然支持中国 这包括了在政治上 经济上 贸易上 一带一路 还有金融上 也就是对人民币的支持 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一点 我们用江湖一点的话语来形容 俄罗斯是带枪投靠 而且是西家带卷的投靠 俄罗斯带了一帮的家伙来 俄罗斯是核武大国 俄罗斯的核弹头数量比美国还要多 另外 俄罗斯与中国抱团 俄罗斯那边带来的盟友 有中亚五国 还有欧亚经济联盟 再加上叙利亚 还有半个印度 所谓的半个印度 意思是说 俄罗斯可以稍微化解一下 中印两国的矛盾 中国的上和组织 没有俄罗斯的支持是不行的 就是因为 俄罗斯对中亚五国的影响力 以及欧亚经济联盟 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中的 路上丝绸之路 才比较好推行 另外 美国的注意力 也转到了俄罗斯的身上 中国压力减轻 第二 别的不说 中国有了非常稳定的石油 与天然气的供应 而且 中俄两国的战略合作 使得与俄罗斯的能源合约 具备比较好的价格条件 中国在对抗通货膨胀上 比其他的国家更为有利 这一点很重要 我们在去年3月5号的视频 在节目中 我们揭示了中美通膨大战 这是中美博弈的新战场 这将会是去年 以及今年中美博弈的主轴路线之一 不要忘了 美元是全球货币 全球大宗商品 包括了石油与天然气 粮食 基本金属等 几乎都是以美元来计价的 美国掌控了大宗商品的话语权 中国如果在通过膨胀上 搞得一团招 无法应对输入性通膨 就会失去抗衡美国经济压力的本钱 会陷于苦战 但是 由于俄罗斯就是支援大国 是有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 还有粮食、假肥等 对中国有很大的注意 单单是这一点就值得 很多人认为 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由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 反倒让中国失去国际话语权 让中国跟着俄罗斯一起倒霉 一起被孤立 我认为 这是片面的观点 也是受了西方传媒的观点 所影响 很多事情 要用比较的方式来看 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跟着美国一起制裁俄罗斯的国家 大部分都是美国的盟国 美国在未来与中国博弈的道路上 仍然有可能成功动员那些盟国 说的直接一点 那些人认为 中国如果在这一次 与俄罗斯切割 或者是跟着美国一起 也制裁俄罗斯 就可以躲过美国在将来 对中国的制裁 那是天真了 那些人的说法 好像是说 美国从来没有制裁中国 中国已经被制裁到这个地步了 还会害怕 美国更多的制裁吗? 那还不如说 早在四年前贸易战的时候 就向美国投降 又何必在这一次才来担心 才来害怕呢? 这个逻辑说不通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逻辑搞清楚 美国对其他的国家 也许影响力还不够 但是,美国对他的盟国 尤其是那些有军事同盟关系的盟国 美国还是有很大的影响力 去年,美国通货膨胀起来的时候 我们说了一个观点 美联储不承认通货膨胀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也不承认通货膨胀 他们都认为 美国的通货膨胀只是暂时的 当时我们的说法是 美国想要在2021年 让通货膨胀降下来 这是很困难的 唯一的机会是 到了明年2022年的时候 因为一年前的机期比较高 美国的通货膨胀 才有可能会降一些 现在,已经是美国通货膨胀的第二年 发生了什么事? 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又把通膨给推高了 也就是说 去年2021年通货膨胀的机期比较高 这个因素就被抵消了 这就是战争与通膨 残缴在一起的缘故 请参考我们在3月5号的视频 中俄倒冠美国战争与通膨 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打的是炮弹 是外加功夫的较量 但是在背后 却是中美俄三方 在金融战场上的较量 美国对俄罗斯金融制裁 俄罗斯反过来 利用战争 倒打通货膨胀给西方国家 这是战争与通膨的 有毒组合 中国则是向俄罗斯输送经济内力 这是中美俄三方 在战争 金融与通膨上的三个元素的高手较量 前所未有 美国打出来的招数是美元 中俄两国联手 反对战争与通膨 这是世纪的对决 就像是雪中和刀行里头 剑神李纯刚 与王先知的较量 但是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 中俄两国打的不只是战争与通膨 中俄两国还另外开辟了战场 要削弱美元霸权的力量 我们之前说过 由于美国带领着盟国金融制裁俄罗斯 甚至于还没收了俄罗斯的资产 这包括了 俄罗斯的政府,国家 企业与个人 美元霸权这番操作 惹动了一些国家的紧张 于是 就催生了一股去美元化的浪潮 这包括了采用非美元支付的方式 以及建立独立的金融交易系统 有哪些国家参与呢? 除了中国与俄罗斯之外 托尔齐 印度 欧亚联盟 沙特 巴基斯坦 参与 伊朗 北约的军舰就进不了黑海 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第一 北约的军舰就威胁不了俄罗斯 去年 英国军舰印创克里米亚半岛的12海里水域 这种情形就不会再发生 也因此减少了俄罗斯的压力 第二 北约无法通过黑海运送军事物资 武器给乌克兰 前几天 突击总统艾尔多安的首席顾问 发言人 伊普拉辛卡林 上星期六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表示 莫斯科的意见必须被听取 并且 该意见要作为 俄罗斯与西方集团之间 在未来建立的新安全架构的一部分 来进行考量 他又说 必须要听取俄罗斯的意见 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 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 必须要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架构 我们无法承受另一场的冷战 这对每一个人都不利 对这个国际政治和金融体系来说 都是代价高昂的 托尔奇公开力挺俄罗斯 这是到目前为止 在公开的场合上 最给俄罗斯面子 最支持俄罗斯的一番言论 托尔奇为什么要支持俄罗斯呢? 除了2016年 托奇总统埃尔多安 遭受到一场军事政变之外 托奇也被美国制裁过 甚至于 托奇货币里拉 也因为美国制裁的缘故 跌得稀里哗啦 托奇深深地领教过 美元霸权的厉害 托奇是拥有大国梦的国家 托奇很清楚 想要实现大国梦 就必须要摆脱美国的影响 要摆脱美国的影响 首先就是要摆脱美元霸权 只要美元霸权在 托奇就动弹不得 所以 托奇在外交言辞上力挺俄罗斯 托奇还以实际的行动 继续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军事装备 当然 这些交易不会以美元来进行 而是以卢布或者是黄金来交易 沙特正在与中国谈判 以人民币作为部分的石油交易 印度方面 印度早就表明了 会继续与俄罗斯贸易 尤其是在石油与军火交易上 两国的贸易将会以俄罗斯卢布 以及印度卢比来进行 目前可能是以卢比为主 印度也是有大国梦的国家 印度又是美日印澳四方联盟 跨的成员国 这下子 美国与日本辛辛苦苦打造的四方联盟 也面临着崩解的可能 巴基斯坦决定采购200万吨的俄罗斯小麦 当然 也不会以美元或者是以欧元来交易 至于欧亚联盟 叙利亚以及伊朗 也是相同的情形 类似的方式 其他方面 还有非洲15国要成立单一的货币区域 这方面请参考我们去年6月23号的视频 去美容化遍地开花 15国成立单一货币 有些人可能会说 这些搞去美容化的国家 中国、俄罗斯、印度、土耳其、伊朗、叙利亚、沙特 以及欧亚联盟等国家 相加起来的经济体量 还远远比不上 美国加上盟国的经济体量 这方面倒不是问题 主要的原因是 美元霸权已经撕开了一个口子 一旦口子被撕开 破口就可能会被撕得更大 原来的美元霸权是独一无二的 全球每一个国家都要有美元储备 全球每一个国家的外汇存体 几乎都有美元 这几年 欧元支付在国际货币的支付上 曾经赶上了美国 美元支付 但是呢 那是一个错觉 因为许多的欧元支付 是发生在欧元区内 一旦离开了欧元区 欧元支付的比例没有那么高 说难听一点 也说直接一点 欧元是全球第二大的储备货币 但是,即便是欧洲国家 也要担心缺乏美元流动性 受制于美元霸权 举一个例子 2008年的金融危机 欧洲在2008年、2009年 也出现过美元荒的问题 还需要向当时的美国总统欧巴马请求 度过美元荒 对美元霸权来说 出现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一些国家会以非美元来交易 第二个问题是 全球将会出现新的金融系统 这是Swift以外的金融系统 之前 一些个别国家想要搞新的支付系统 但是,难以引起共鸣呢? 是新的支付系统 然而,美国带着盟国金融制裁俄罗斯 甚至于没收俄罗斯的个人资产 这就提醒了一些国家 提醒了一些全球的富人 需要分散风险 不能够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头 去美元化的浪潮 自然就应运而生了 对于去美元化规模小的问题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困难 只要撕开了美元霸权的一个口子 打破了全球国家使用美元的惯性 中国就可以利用自身庞大的经贸力量 影响其他国家使用人民币支付 影响其他国家增加人民币储备 并且,北京还可以强调平等互惠的原则 除了对方可以使用人民币支付之外 北京也可以采用对方的货币 促进彼此之间的使用新的金融支付系统 谁不希望自己国家的货币也受到重用 也能够在国际上流通呢? 这样,可以增加对方的意愿 而且,使用新的金融支付系统 举个例来说 印度和俄罗斯的贸易 也可以同时使用俄罗斯卢布 以及印度的卢比 对双方来说 增加了使用新支付系统的吸引力 中俄两国在这方面要做的是 提供在美元霸权之外的另外一种选择 但是,那些对美元霸权 新生疑虑的国家 或者是个人 可以选择新的支付系统 以及新的货币储备 从而避免被美元霸权制裁 也因而保住了自己的货币储备与资产 不用担心 这些货币资产与储备会一夜生发 当然,还是需要时间 我们做一个总结 过去,中国有着庞大的贸易金额 是全球第一贸易大国 也是全球12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 但是,人民币在国际支付上 却使不出力来 就好像是张无忌被困在名叫光明顶的地道 张无忌空有一身金氏亥蜀的雄魂内力 但是,就是无法推动眼前的石门 无法脱身 现在,眼看着美元霸权 已经被撕开了一个口子 北京自然可以运用自己的经贸力量 庞大的工业生产力 来推动非美元支付这道石门 中国就可以充分利用自己擅长的经贸力量 中国源源不断的工业生产力与商品 自然可以与美国所掌控的金融服务业相抗衡 之前我们说,从长期的观点来看 中国是俄战产获益的一方 现在看来,我们已经提早看到了这个趋势 那么,中俄两国还欠缺什么呢? 除了大宗商品与一般商品之外 中俄两国还欠缺一个芯片制造技术 有关这方面,请继续收看风云天下杨风时评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